张华县政府19日下午在县府中庭举行吃汤圆庆祝冬至活动 卓县长邀请所有县府同仁一同享用热腾腾的汤圆 建议祝福大家团圆平安 那我祝福大家 我们的工作都能够跟汤圆一样很圆满 很顺利 大家都能够幸福大汤圆 卓县长表示 为慰绕县府同仁们一年来为县政推动的努力与付出 特别于冬至前夕准备了热腾腾的汤圆 感受冬至节庆也祝福每个单位同仁都能圆满如意 现场气氛温馨热闹热腾腾的汤圆 也为连续几天的寒冬增添一股温暖 公益频道徐世昌张华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aj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